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超过5万4千人 占了全球超过四分之一 不过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 却诊死亡人数首次降到400人以下 位于五大湖区的威斯康辛州 疫情也很严重 当局宣布至少要到5月26号才能解封 而在明宁苏达州则有不少民众聚集在明宁亚破里斯州长官邸外头举行示威活动 什么当局能尽快解封让民众出去工作 而一项车水马龙游客如知的赌城拉斯维扎斯在封城禁令下 却显得空荡荡 街道上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少数清洁工在进行清洁工作 不过将镜头转到加州 却是另一番景象 由于热浪侵袭 当地的海滩挤满了冲浪和骑脚踏车的游客 由于很多人都没有遵守社交距离的限制 让人担心会不会造成病毒传播 此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川普总统因为不满卫生部长艾萨的防疫表现 因此打算辞退他 但川普周日又在推特发文 否认他要炒掉卫生部长 痛斥这是假新闻 还称赞艾萨的防疫工作做得非常好 此外川普日前一席注射消毒水的说法 引发哗然 虽然后来川普说这只是讽刺的说法 不过也有许多人对川普的说法信以为真 美国各地的相关毒物控制部门 都涌入询问电话 许多卫生机构和漂白水制造公司 曾经发表声明切勿将消毒液注入体内 多次新闻陈慧珍中晨节报导